爸比 你觉不觉得我们应该吃点什么 你想吃什么 奶茶吧 去买一个奶茶 顺便给我带一个冰激凌啊 儿子真的是充话费送的吗 5月5日田亮分享了一段与儿女的有趣日常 当小亮仔表示想吃零食时 田亮头也不抬敷衍回答 甚至让儿子给自己带 但当森爹说想吃东西时 老父亲不仅要亲自去买 而且还主动给女儿让座 爸比我想吃冰激凌 想吃巧克力的还是想吃香草的 没关系 巧克力香草的我都各给你买一个 你坐 去买 你坐 姐姐被宠成小公主 弟弟却像充话费送的这两极反转的态度 莫名让人有点心疼小亮仔呀 森爹因和爸爸参加综艺走进观众视野 没想到曾经的小萌娃 如今一转眼已经14岁了 身高直追爸爸不说 还越大越漂亮 难怪田亮对女儿的宠义有增无减啦